大家好,我是孫敏起 今日和大家講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五個字,路遙知馬力 應該講解原因 今天恒新指數,早段仍然英俊 早段升至約200點,逼近23900水平 其後升幅慢慢收窄 五市一度到跌四十點,後來跌幅慢慢收窄 最後跌兩點收市,不是跌太多 23657收市 成交仍然暢旺,八百九十二億 成交又繼續這麼大,加起來期指繼續升 高水百點,大家心思思買不買貨號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剛才所說,路遙知馬力 可能看到一天,至少先決定 為何這樣說呢 主要是三中全會的情況 三中全會毫無疑問 在這兩天推動大市主要助力 大家憧憬這些改革有利 中資股特別,就是賣貨推上去 但會否維持下去呢 近來是金融市場大家關心的問題 第一,其一為何會關心呢 為何擔心呢 第一,看到資金,好像就開頭全面流入 就開始個別發展了 好像昨天,基本上是中資股升 到今天已經不是這樣的情況 好像看到這圖 內角首是繼續升成五個百仙 但與此同時 中資金融股的工行就看到了 升近前浪頂,阻力回回少少收 升得兩格左右 其他中資銀行股還有些是跌的 反映其實資金就慢慢就個別發展 另一類的重要的中資股 內房股也是跌的 牽涉資金由全面流入到現在開始個別發展 開始大家擔心這個會否是資金慢慢少的跡象 其實看來內地A股也有什麼情況 看到了,是回軟少少的 昨天升穿下降軌,今天就落回去收 貼著收 為何呢 主要是,剛才提到的中資金融股就落 重磅的中資金融股就落 主要是收回內地的比較輕磅 說你細小一點的,創業保股分繼續升 一升一跌,重磅股落 自然,指數會回少少 跌四點,跌幅不多 但升勢就持續不到 這個反映,其實資金開始是否有少少少少 開始減少跡象 大家關心三中全會的威力可否持續 第二個,亦都是從改革本身來看 譬如有報告,都今天陸陸續續都說 說回三中全會的成效評估 其中一份開題,就是美隱美臨的報告 就提到,會否預期三中全會的熱情 可以維持多幾天 但接著可能會爛卻 原因其實都不難理解 始終這些改革比較長期性 有段時間都未影響到股份盈利 甚至經濟,為何這麼快炒 會否快一點 二來,他提到,特別是裏面不同改革的目標 都有些衝突 加上,通常改革有所謂執行力的問題 執行力,究竟最後會改成怎樣 其實都是塵埃未定 所以,會提出這樣的情況 會否玩幾天後,熱情冷卻,慢慢縮 這是大家擔心 所以,要再看看威力持續多久 加上,看外圍,美股方面 都是一般的 雖然走勢不錯,但陸陸續續 重磅的投資者出來 就說,美股升過龍 其中一個GMO的資產管理公司 是拿著1,180多億美元的資產 他就說,美股已經太高股 出現75% 現在都幾是75% 另一個比較出名的所謂股壇追擊手 叫伊堪 他也說,美股今次上升 特別是盈利方面 主要由低息環境支持和減成本 減成本導致 和管理關係不太大 換句話來說,基本數不太支持美股 加上美股弱弱的 整個亞太區股市 都是個備發展,不是全面上升 亦是令到大家要看一看 加上恒生指數本身也值得看一看 就是怎樣呢 是不錯的 大副裂口升穿的下降軌 紫色這一條是不錯的 但今天有個不好的情況就是 今天高開 慢慢慢慢一路倒跌 保整個上升裂口 高開保整個上升裂口 不是一個十分好的現象 當然現在未有問題 大家要看著前浪頂的支持 如果收回去 可能是一個升浪 暫時可以休息一休息的跡象 因為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